文章来源大核报 公务员为车祸女子献血事件持续引发关注 上海籍女子于女士在西藏阿里地区车祸重伤后 当地公务人员惊动员为其献血 却引发公众对其是否以特权过分调用公共资源的质疑 10月中旬于女士在西藏阿里地区旅游遭遇车祸昏迷需大量输血 于女士在社交平台公开称 其丈夫陶先生通过小姑姑联系到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下称上海市卫健委 再由上海市卫健委联系到阿里地区相关部门 从而动用了阿里地区所有公务人员为其献血 陶先生在回应媒体时表示 他的小姑姑不是上海公职人员 只是在妻子车祸后 当地相关部门建议向上海市卫健委求助 他们家人朋友包括小姑姑 才去想办法联系上海市卫健委 献血则由阿里当地医院和卫健委组织 并非他们的个人行为 小姑姑是平时一有事就会出来帮我的人 所以当时发信息时 第一时间想到了小姑姑 至于谁能接触到上海市卫健委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据新情报记者从上海相关部门获悉 经调查 事发时 卫健部门接相关部门含见 请求正在西藏日喀泽市的原藏医生 前往涉事医院参与救治 此事不存在因私人关系等不正当因素导致的行动 卫健部门的协调引发了公众更大的质疑 这样的协调是否是普惠性的 一般的上海市民能否得到同等待遇 如果是一条正常的救助渠道 有没有公开透明的求助和申请程序 12月1日上午 大核报 预视频看见记者以一位异地急需用血者家属的身份 求助上海市卫健委 一位普通上海人民在外省市需要紧急医疗救助 上海市卫健委能否帮助协调当地紧急献血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异地用血需要走正常渠道 求助当地的医院在当地申请 不知道外省是什么政策上海用血的话提出申请和求助 一般在哪家医院是医院去协调的 当地有血液管理办公室当地协调用血 记者询问 被上海市卫健委协调救助的西藏车祸于女士 之前是否有这样的救助通道 工作人员表示 自己不清楚会将需求记录下来 会有专人在1至15个工作日内联系记者 截止发稿 无人与记者联系 请不吝点赞订阅